Apple Pencil 鉛筆二代耶 你想要一代嗎 一代在... 欸 一代在哪裡 有這個 我以為是... 你的一代在櫃子裡面 以為用不了啊 啊那個平板是真的解體的 在後面 你可以嘗試打配它 是iPad Pro 好 它是有電還沒電啊 有電 我相信它有電 上次打配它還有65% 欸 亮一次 你試試看它有 欸 亮了 成功 我怎麼知道DV嗎 這是什麼 是傳說中的iPad Pro第一代耶 看它是2015年生產的 看 2016 是2015 該被淘汰了是不是 它現在用的是什麼啊 iOS呢 喔 它是iOS 14.7耶 這麼厲害 那現在這個新的平板是什麼 iPad Air 4 Generation 螢幕對角線10.86吋欸 10.86吋 這個才12.9吋 10.86吋 What What 其實沒有差很... 沒有差很多耶 因為它螢幕邊框比較窄 對啊 螢幕邊框窄很多耶 它其實也沒有小很多啊 我有算過了 我直接畫在上面 那還不可以直接開箱開起來 等一下它的開箱根本不需要美工刀啊 它旁邊就有一個 它就是這個 嗚呼 開箱開起來囉 HELL YEAH iPad Air第四代耶 哇 它的紙怎麼沒有味道 你覺得它應該要有味道就對了 來看看這個 iPad Air 嗚喔 它是方方耶 它跟那個新的iPad Pro一樣耶 是啊 是方方的冰框 你說它的螢幕下面指紋辨識 它在開關上面 蛤 它在開關上面 指紋辨識在開關 喔 這個...這個嗎 這個是... 喔 這個啦 Apple Pencil Apple Pencil用的啊 這是充電的 這是吸Apple Pencil的 然後 它怎麼看起來髒髒耶 你問我 它指紋辨識怎麼看起來好像 有點怪怪耶 問我 它看起來不符合 不符合人體工具 它不符合Apple的設計 它看起來有點像是 莫名其妙蹦出來的一個東西 是啊 是沒錯啊 它長得超醜的 超級醜 嫌棄什麼 直接打開 好耶 它的Apple Logo怎麼也這麼醜啊 它怎麼整個... 它的設計是故障的是不是 你看舊的 新的 舊的是凹進去的嗎 舊的是凹進去的 新的為什麼是凸出 凸出來的 什麼鬼啦 而且它的冰框超醜耶 它有一個黑色的冰框 你看 它的冰框超粗的 你看舊的 舊的看起來超級完美 它還長得像... 香進去的 對啊 它看起來好像是什麼 鬼 好像一個中國冒牌貨的感覺 有什麼啊 它的Logo是整個... 它的Logo是壞掉 它怎麼看起來髒髒的啊 它的包裝是發生什麼事 被工地使用過喔 就是那個... 沙沙灰塵 來我們來開機看看 你看... 真的啊 這個冰框超窄耶 哈囉 哇這個是... 這根本叫做iPad mini 把它才可以一手掌控耶 你想殺它就一手掌控啊 選擇地區我們在美國好了 喔 當然有Apple的貼紙啦 Apple貼紙才是買這個整個東西的重點 你就可以在你手機貼Apple貼紙 說明書跟貼紙 充電器耶 哇塞 它的充電器是Type-C的耶 嗯哼 這一條線就要1000塊耶 那我們就繼續來開我們的Apple Pencil 那Apple Pencil1跟2有什麼差 Apple Pencil1 Apple Pencil2 那差不多啦 Apple Pencil1是不是比較長 應該是 Apple Pencil1超長的 長的我都不知道要怎麼收它 我們直接來開這個Apple Pencil2 喔這個紙就有味道了 沒有什麼問題啊 感覺是毒品的味道 一頭說明書 長得要四個票耶 就是我們的Apple Pencil 喔 它比較不亮耶 它是霧面耶 舊的是亮亮耶 直接少兩公分 會反光 對直接 一公分多 直接少一公分 但它的筆頭怎麼看起來一模一樣 所以你可以把舊的筆頭持續使用嗎 你可以試試耶 是耶 完全一模一樣啊 可以把舊的筆頭 不然你可以把舊的筆頭把它拿來 放到新的筆上面用 欸 你把蓋子拔掉就差不多了 它盒子裡面沒有東西了 它沒有更換的筆頭耶 你本來舊的有給喔 有啊 舊的有更換筆頭啊 但它覺得 它覺得你用了6年之後 你的筆頭都還是跟新的一樣 所以根本不需要更換筆頭 沒有 它有給解體 欸對啊 它已經 我不知道是被我摔的還是被我摸的 應該是被你摸的啊 我超常摔的 不然它沒有更換筆頭是發生什麼事 似久違的Touch ID耶 它的開機按鍵怎麼那麼鬆動 所以拆拆拆拆那種 對啊 那按鍵怎麼那麼鬆動 跟舊的不太一樣 它按鍵太鬆動了吧 發生什麼事 發生發生發生 舊的不會啊 舊的也 舊的按鍵是小的啊 舊的也還 舊的也 我覺得比較好 比較 按起來比較咔嚓咔嚓 那新的是發生什麼事 咔嚓 舊的好像是什麼 300塊 喔 因為價錢不一樣 舊的一台要3萬塊 這個多少錢 一萬多塊 一萬七千四 對啊 舊的要3萬塊 當然不一樣 一二三四五六 反正可以改嗎 一二三四五六 你想要0000 繼續使用 他說詞密碼容易被拆出來 你就0000 繼續使用 我管他的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這個比正反都可以吸 是不是 它沒有分版 是的 它磁鐵超強 所以可以這樣 嗚呼 嗚呼 它可以用之前就被你摔了 嗚呼 嗚呼 新玩具 它軟體版本是14.6耶 所以應該有更新可以更新嗎 是的沒錯 你就可以這樣 嗚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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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奇怪的APP 全部解除安裝 像是吉他的APP iMovie 也把它刪掉 Number也刪掉 然後把它通通刪掉 計算機可以留著 不 iPad是沒有計算機的 好特別計算機 只覺得我是iPad沒有計算機 AppleStory可以解除安裝 書籍 我也可以把它地圖刪掉 Podcast刪掉 音樂刪掉 異望錄刪掉 提醒事件刪掉 科技衣刪掉 郵件刪掉 news刪掉 eV刪掉 雲端不能刪掉 檔案刪掉 行事例刪掉 捷徑刪掉 股市耶 還有股市是什麼鬼 Facetime刪掉 疑事刪掉 聯絡人刪掉 iTeam刪掉 它真的什麼都可以刪耶 好爽喔 好爽喔 Apple安裝太多垃圾了 全部刪掉 Auto Booth 喔還有一個沒有刪掉 已使用10.3 乾淨的iPad 我感覺好亮喔 這個iPad超級乾淨 什麼軟體都沒有 你看 乾乾淨淨 我本來的iPad差不多是這個 舊的平板還是超大 看起來還是很爽 哇但是它的亮度差別很大耶 你看新的超亮 比較鮮艷 還是是本來的我調的太黑 沒有是比較亮喔 不 新的沒有YouTube 我還要下載YouTube 此產品包含17歲以下 兒童可能感到反感的內容 看來是限制級的YouTube啊 有啊 YouTube不是有一些 它不是告訴那個兒童用的 對啊 然後它不能縮小 然後有的 有的它就設定什麼 給兒童用的 然後我就不能縮小 有點氣 你的暴氣 超氣 那這個音量鍵怎麼設計在這邊 我這一支筆插上去我是要怎麼按 反過來也會卡到 就是 什麼設計啦 超科技 這個蘋果設計是整個崩壞耶 它還是有四個喇叭 我們來聽聽看它的暴力喇叭 還有啊 叮叮叮 它沒有叮叮叮叭 不叮叮叭 你可以把音量可以最到 會開嗎 怎麼還是衝小聲 怎麼把音量調大聲 我就會一直下載軟體 然後它一支不叮叮 喔這裡 好這裡 你還亂 通通不叮叮 怎麼 怎麼 怎麼還是那麼小聲啊 完全沒有差別 妳在跟我開玩笑喔 她就在使用Apple Pencil時勤務必保持舒適的姿勢 經常改變姿勢並且時常休息 經常改變姿勢是這樣嗎 你在地上滾 經常改變姿勢啊 她不是又叫我經常改變姿勢 一直抽搐吧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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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喔 優質喇叭 聽起來不太一樣 聽起來比較緊 聽起來比較緊 哼 但都還不錯喔 是的這個比較大聲 因為它比較大台是不是 點兩下 在目前工具跟橡皮擦前切換 所以那次在畫畫的時候 點兩下也太廢了吧 它只能改變工具跟橡皮擦 或者是和上次使用的工具切換 跟顯示色盤 那看起來 是 根本沒皮用 而且橡皮擦 那那個Samsung的筆還滿有功能的 它可以把它按一下 因為我上次畫來畫 然後一直按到我的手材 那是妳不習慣啊 喔 立即安裝14.7.1的iPadOS 安裝起來 哇 它的平板怎麼變那麼燙 平板要燒起來 那鏡頭是不是凸起來啊 咦 但是不會敲敲板 還滿厲害 舊筆是不是超重 新的比較輕 是吧 輕多了啦 對啊 新的比較像正常的筆啊 舊的根本就是磚頭 而且又長又重 這感覺很難轉比 那個不能轉 它轉一轉直接飛出去 這隻Apple Pencil我要4000塊錢 那我記得舊的只要3000多塊 它現在只要3000多 蛤 妳說舊的還要賣3800 對 重點是舊的根本不能用了啦 新的都不能用 14.7.1 哇塞 這舊的更新更了6年耶 超瞎的 這發生什麼事 超瞎趴的平板 我可以開始畫畫了是不是 兩個Apple Pencil一起畫 我們直接拿鉛筆來畫一下 是的 新的量很多耶 有啊 看得出來 新的爆量 新的量很多耶 我們來畫個最簡單的 像是方塊 OK 電力不足 Woo 我記得它的特色是 插上去15秒 你就可以用個半個小時吧 可以啊 你衝一下下就可以用啦 是的 我沒錯 然後很快就會沒電 但是舊的有貼保護貼 讓畫起來超滑的 嗯 新的螢幕是 更新頻率有比較快嗎 怎麼感覺 比較靈敏 對啊 感覺 它應該延遲有降低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可是我覺得沒有差太多耶 的確畫起來差不多 是的 我覺得應該是一模一樣 是的 按兩下 我叫它 叫出色輪 那這樣子就還滿方便的 換顏色就很快 看我想要一個 黃色 橘色漸層到 紅色 橘色漸層到 紅色喔 我覺得這樣子 Woo 太輕鬆了吧 哇 這個換顏色太好用了吧 你看舊的要換顏色超麻煩耶 欸 這個啊 嗯 其實也還行 漸層到紅色 其實也沒有差多少 嗯 好吧 看起來沒 看起來好像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看起來好像差不多 每個軟體又長不一樣 對啊 每個軟體不一樣 但是這個軟體 AutoDesk 我覺得差不了太多 因為它剛好有這個選擇 這個還滿大的 所以就還滿快的 這可能 點兩下可能還會慢一點 因為它不是馬上會跳出來 還好 點就在這裡 你要按兩下幹嘛啦 對啊 的確是一模一樣 根本沒有差別啊 你是跟我開玩笑 那為什麼要多一千塊 我換個軟體 換什麼 蓋裡面是不是 保護貼的關係 還是它長得真的很 沒有 沒有 就是正常的顏色 因為它這個有開啟什麼 原彩 就是它會偵測現在環境黃黃了 它的螢幕就會比較黃 如果把它關掉了 它就會變得應該差不多 我們來開始畫畫看看 這一個軟體沒有這個功能 它叫不出調色盤 那個顏色它就會出來 沒差我們來畫畫看 這個顏遲 舊的顏遲比較久 就是畫下去 它會慢一點出來 這個感覺是馬上出來 這個程式還好 有的程式它真的當很久 但畫起來的效果 我覺得沒有什麼差 重點是 Type C 重點是這一台新的可以插Type C 哇 iPad可以插Type C耶 你覺得讚就買 覺得不讚還是要買 那你幹嘛問 你的哈囉 因為不知道你覺得讚不讚 只是都還是要買 對阿 結束iPad開箱 還有 我找到是什麼 歡樂的Apple Pencil 我也想要看 感谢观看